说到三缸发动机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行 抖动力弱声音不好听 甚至不少人一听到某款车用了三缸机 连试都不是就直接放弃了 仿佛三缸机是个避之不及的毒瘤 那问题来了 既然三缸发动机这么不受欢迎 车企为啥还硬着头皮往外推 难道是他们不知道消费者的想法吗 其实不然 这背后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 咱们今天就聊聊 为啥车企非得搞三缸发动机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政策 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像欧洲 中国这样的主要市场 对汽车尾气排放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欧洲的欧气排放标准就非常苛刻 中国的国六标准也让车企绷紧了神经 在这样的背景下 车企要想达标 就必须从源头上降低排放和油耗 三缸发动机天生在结构上 比四缸机少了一个气缸 意味着摩擦损失更低 油耗也更低 这是符合节能减排要求的一个自然选择 特别是那些小排量车型 比如1.0升或者1.5升的车 本来就不需要特别强大的动力 用三缸机就能达到不错的平衡 很多人可能会说 那为什么不直接开发更先进的四缸机呢 问题就在于 四缸机要想达到同样的节能减排效果 技术上需要更高的投入 成本自然也更高 对车企来说 与其在四缸机上砸钱 还不如在三缸机上优化 反而更符合实际需求 除了政策压力 另一个原因就是成本 造车是一个非常烧钱的行业 车企每节省一块钱 最后都可能变成利润上的一大块增长 三缸发动机相比四缸机 少了一个气缸 一组活塞 一根连杆 零部件数量直接减少 生产起来更简单 成本自然也就更低了 而且别看三缸发动机 比四缸机少一个气缸 它在很多其他方面也能带来节约 三缸机比四缸机轻 车身总重量也会因此减轻一些 这对油耗的优化又是一个好处 车企既能通过三缸机省成本 还能打出节能环保的营销牌 这种一键双雕的好事 何乐而不为呢 尤其是那些主打性价比的车型 比如紧凑型轿车 或者小型SUV 本身定价就比较敏感 如果用四缸机 车企可能就得在其他地方抠配置 但换成三缸机后 省下的钱还能用在提升车内科技配置上 这对消费者来说反而更有吸引力 说实话 三缸发动机抖弱 难听的名声不是凭空来 早些年 三缸机确实表现不太好 尤其在平顺性和噪音控制方面 让人不太满意 但这几年随着技术进步 三缸机其实已经改善了不少 现在很多三缸发动机都加入了平衡轴 或者双质量飞轮 用来减少振动 再比如 涡轮增压技术和缸内直喷技术的普及 让三缸机的动力输出变得更强劲 更线性 甚至有些高端三缸机的动力表现已经接近 甚至超过了同排量的四缸机 拿宝马的1.5T三缸发动机来说 动力表现和NVH噪音震动 平顺性控制都不错 甚至被不少消费者夸 没想到三缸机能做得这么好 再加上很多车企 还给三缸机配了轻混系统 让起步加速更顺畅 整体体验其实并没有那么差 不过尽管技术进步解决了不少问题 但陷入为主的印象总是很难改变 很多人对三缸机的恐惧 更多是一种心理因素 或者说是一种情怀 他们觉得少一个缸就是不完整 不高级 这种观念需要时间来慢慢扭转 从市场的角度看 三缸机也是为了满足 某些特定需求而生的 现在很多消费者买车 其实并不追求什么极限动力 尤其是那些驾用车用户 更多看重的是价格 油耗 空间 这些实用性的东西 三缸发动机最大的特点就是经济性好 对于那些每天通勤上下班 或者接送孩子的用户来说 三缸车足够满足日常需求 没必要非得买一台动力强劲的四缸车 更何况三缸机车型通常更便宜 用车成本也更低 这对预算有限的消费者来说非常重要 此外 很多年轻人对车的关注点不在发动机 而是在智能配置 颜值这些地方 只要车子看着好看 用着顺手 三缸还是四缸 其实无所谓 这种消费观念的变化 也让车企在小型车上 更愿意选择三缸机 现在整个汽车行业都在向电动化转型 对于车企来说 未来肯定是以电动车为主 但目前燃油车仍然是市场主流 三缸发动机的推出 其实可以看作是电气化转型过程中的 一个过渡产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三缸机可以很好地搭配轻混 或者插电混动系统 这种组合既能进一步降低油耗 又能让用户享受到接近电动车的驾驶体验 对于一些政策要求混动车比例提升的市场 三缸加混动的方案是性价比最高的 车企也很清楚 传统燃油车的生命周期不会太长 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开发成本更低 技术成熟的三缸机 而不是继续在四缸机上砸钱 把资源集中在电动车的研发上 才是长远发展的方向 其实车企也知道 三缸发动机的市场接受度 一直是个问题 但他们敢推 说明对自己的产品和技术有信心 而且从长远来看 消费者对三缸机的接受度 也会慢慢提升 一方面 随着更多三缸车型进入市场 消费者的选择多了 体验到好的产品后 口碑自然会慢慢改善 另一方面 车企会通过调教和优化 把三缸机的短板逐步补期 等大家真的发现 三缸车不抖了 不吵了 动力也够用了 可能就不会再纠结这个问题了 虽然三缸机目前还有不少争议 但它并不是完全没有优点 或许等到技术进一步成熟 消费者对它的接受度也会提高 就像以前大家一提到 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也不看好 但现在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一样 未来三缸发动机 可能会成为某些领域的平衡之选 你觉得呢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学的有兴趣的可以给个免费的小赞赞和小关注 下期不见不散